这是一款免费的超短篇微恐怖游戏 画风非常可爱 但是却收获了玩家好评如潮 是一个小女孩起床喝水的故事 但是在小女孩的眼中是怎样的世界呢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Steam上免费的非常可爱的一款小游戏 名字叫做我的贴纸书 这其实是一个很短的微恐怖的游戏 但是它居然收获好评如潮 一款免费小游戏 居然这么多人给出好评 所以我也想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有什么魅力 当然这主角是个小女孩嘛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游戏 这是我的房间 我在房间里面玩我的贴纸书 玩着玩着突然就睡着了 然后我又突然醒过来 突然感觉天上多了一杯水 原来是我想喝水了 但是门外面好像 黑黑的啊 我有点怕黑 哦 原来是门外面有这种史莱姆 它们张开 雪盆小口 然后我拿出了我的这本童话故事书 它说这些怪我害怕光 所以说我现在来找个光 是不是 看一下 哦 这边有一个史莱姆 我要找个光 这个东西是光呢 哦 我在控制我的贴纸 这下面有一颗星星 这样吗 这边有一个台灯放在书柜上面 怪物就会害怕的 很可惜 没有书柜 这咋办 哦 在这边 开始发光 好 现在我可以出来了 这有个凳子啊 看一下这关呢 这关是鸟吃苹果啊 这个鸟它非常渴望一个小苹果 这哪有苹果呢 鸟在笼子里面 苹果在前面 哦 这边有水 这边有凳子 我怀疑是不是 哎呦 这鸟咋了 这是 它刚才是一只鸟吧 然后现在变成一只手了 哎呀 不行 我不能过去 嗯 我想想啊 我给这个 浇浇水呢 我可以从哪走呢 我跳上来 窗子可以出去吗 有没有可能 我从上面跳过去 哦 还可以这样 哎 我懂了 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啊 你看 就是我们 跳到这个凳子上面 从这边跳过来 多简单 是吧 哎呦 但是我忘记拿那个东西了 藏在这边的水壶 敢拿过去啊 水壶来浇个水 浇了水之后 这边有一个苹果 哦 不是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个地雷吗 我现在如果说 想进这个门里面的话 得先把它叫醒 我大概懂了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苹果 放到窗户那边 这样吗 如果下一片羽毛 羽毛的话 给它挠一下 痒痒 它走了 OK 那这边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这边是有一条美人鱼 在浴缸里面洗澡 然后这边放了一个八音盒 这哪有八音盒呢 这八音盒是个贝壳啊 先看一下有没有 这边是一个柜子 但是好像没东西 哦 美人鱼在这边 但是我总感觉 它是让牛这个液体 是不是有问题啊 哎 果然 这液体不能碰 那我怎么靠近它呢 哦 泡泡 钥匙 这个音乐的话 我看看 音乐是贝壳里面的音乐 哎 我刚才重新开了一下啊 这边怎么多出来一幅画呀 注意 这什么呀 这是干嘛的呀 音乐 哎呦 快飞起来 不是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可以 还可以过来 还行啊 这上面肯定是不能去了 我看一下 这个音乐要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好像 还有一个贝壳的位置 哦对 我懂了 钥匙 放在窗户下面 这是下雨天的窗户吗 音乐放到这里 天晴的窗户是放这个 下雨的窗户是放这个 天晴了 天晴了会怎么样 天晴了这个会出来 哎呀 然后这边可以打开了是吧 打开了 锁也可以移开了 再把这个拿过去就行了 活生生的又把我打到了 怎么这玩意儿放到这边 好像他不哭了 不哭了之后呢 缩了 缩成一颗爱心 哦前面可以走了 行 哦我可以喝到水了吗 哦 非常的简短的一款游戏啊 这小女孩家里是住着什么玩意儿啊 出门了 开始喝水啊 这是我们把贴纸梳理的内容完成了 就可以出门喝水了 最后还出来一个黄头发的 哎呦 不会真的有怪物吧 这个黄头发小仙女用他的仙女棒 帮我们驱散了怪物啊 真棒 太可爱了 以后给孩子就讲这种童话故事就行了 好的 那么今天这款游戏非常简短啊 就是适合小朋友玩 就是这样了 我们本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各位